《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佩權 前處任總編輯林兆彤 以及《立場新聞》所屬公司 被控一項串謀發布或複製煽動刊物罪 案件今日在區域法院開審 鍾佩權和林兆彤 由資深大律師余若美代表 兩人不認罪 至於《立場新聞》所屬公司Best Pencil Limited 缺席審訊被視為不認罪 本案原本由法官借審智慧審理 但因隔離檢疫原因 臨時改由法官國委見審理 辯方表示會提出三個法律爭議 包括檢控期限 被告的犯罪意圖 和控罪的合憲性 辯方律師余若美指 煽動罪是古舊條文 現時和《基本法》所列明的基本權利有抵觸 他又指控罪條文模糊 傳媒報導不同意見不等同有煽動的意圖 他舉例指傳媒報導殺人案不代表支持殺人 法庭應該考慮控罪的傷情性 平衡國家安全 個人基本權利及傳媒責任 控方聲稱只需證明被告知識涉案刊物內容及刊物據煽動意圖 辯方另外質疑控方檢控的部分文章 已經超過煽動罪6個月的檢控期限 並指涉案的17篇文章中 有10篇在被告租檢控的6個月前已經下架 認為不可以作為檢控的基礎 控方今天再呈上3篇文章作為證據 如若未止原本負責案件的法官謝審智慧已經表示 控方指依賴17篇文章 形容控方的做法是偷襲 法官郭偉健最後指示3篇文章可以在回應辯方證供時傳召 據悉3篇文章是《立場新聞》有關智慧監獄系列的報導 案件預計需時20天審理 控方將傳召22名證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